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个新型降血压药 沙苦八曲斜沙坦 好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说 这不是个治心衰的药吗 但是告诉大家 这个药现在也有了治疗高血压的适应症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仔细的给大家掰开揉碎的说一说 沙苦八曲斜沙坦这个药 实际上来说一开始的研发是按着心衰药来走的 而且它最初的这个适应症 就是治疗这种摄血分数降低的心理衰竭 但是随着这个医学研究的进展 人们看到它实际上来说 还有对于很多其他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比如说像这种摄血分数保留的心理衰竭 就是舒张性衰 其实它也逐渐在有适应症 而且一些大牌的顶级的专家 也逐渐在对于那些 比如说因为舒张功膜不好 而出现了心理衰竭 也开始在用这个药 除此之外 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高血压领域 其实这个药也慢慢的就有了适应症 对于一些 使用咱们平时常讲的那些常规的五大类胺压药 效果不好的人 有些人的确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考虑沙口八却 斜沙坦 说到说这个药为什么最后逐渐可以发展成降血压药呢 它跟好多常规降压药不一样 大部分降压药是它的路线是什么呀 首先发现它有降血压作用 慢慢的又发现它有脏气保护作用 但是这个药正相反 还发现它对脏气有保护作用 同时用上之后又发现 它降患者血压降得比较明显 于是很多人就可以考虑这个药 比如说心功能不全 同时血压很高 可以考虑这个药 或者说有的人 像冠心病心梗之后心功能不全 同时血压还偏高一些 这时候也可以考虑这个药 总而言之 实质上沙口八却斜沙坦 除了作为涉血分数减低 这个患者可以考虑抗心衰的药物 现在它的新适应症越来越多 无论是这种涉血分数保留的患者也可以考虑使用 而且一些高血压患者也可以考虑在有经验的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这个药 毕竟当我们血压降低了 同时对于心脑肾的保护 这种把血管保护的作用也做到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 这个药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药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够给广大的高血压朋友脑子里提个醒 原来现在又多了一个降压药 在我们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考虑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大家好 觉得好 可以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 如果大家需要更多的加压药方面的知识 也可以到评论区 点击看我的置顶的第一条评论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